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收听《古惑仔》 上星期我们有不同的讲故事方式 传统一点的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这个故事带出什么道理 和新派的讲故事方法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今次我们不如 用个故事试试 没那么资料性 我选了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 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故事你一定听过 就是《龟吐赛跑》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龟吐赛跑是来自伊索寓言 而伊索寓这个人 究竟存不存在 大家还在争择 历史学家还在争择 如果它存在 可能是公元前六世纪 即是已经二千多年前的人 还有现在我们看的 很多伊索寓言集 伊索故事集 很多时里面都有很多故事 其实不是伊索的 所以在不同的年代 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而今天我选了一个 虽然近代 但其实也很接近 古希列版本的龟吐赛跑 和大家分享 在听的时候 这个故事你听了很多次 今次可以听一下 里面一些细节 原版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原版很多东西 后代已经没有太多人理过 你可以听一下 其实龟吐赛跑是哪个引起的 以及究竟中间是哪个做裁判的 这些细节你都可以听一下 好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了 有一天 有一只兔子在取笑乌龟 说它走得真是很慢 嘩 乌龟 其实呢 你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兔子一路问 在笑笑口 取笑它 乌龟又回答它 有 我走去那个地方 是比你的想像 不如我跟你比赛 我证明给你看 兔子觉得真是挺搞笑 竟然要和乌龟去跑步 但是由于觉得挺好玩 于是他就同意了 然后狐狸 就同意了做他们的裁判 计下要跑多远 以及发号司令 让他们一起起跑 压起步的时候 兔子跑得很快 转眼间已经不见了他 因为他很想令到乌龟觉得自己很荒谬 荒谬在是乌龟自己提出要和兔子比赛 于是兔仔就找了一个地方在赛道旁边睡一个硬觉 直到乌龟可以追到他 而在另一边 乌龟就很稳定慢慢地继续爬 过了一段时间 他已经爬过了兔仔睡觉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兔仔仍然是继续很安乐地睡觉 而当最后兔仔睡醒的时候 乌龟已经差不多到终点了 兔仔立刻用他最快的速度全速前进 但他也是追不及乌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其实教训我们什么 这个故事讲了什么道理呢 原来在世界上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都会有不同的诠释 例如比较发挖得早的 就是古希腊的一个评论 当年古希腊 比较觉得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兔仔的懒惰 浪费了自己本身有的能力 而今天和你们分享这个故事版本 你见他最后是写着 The race is not always to the swift 意思就是跑得快的未必可以赢 其实这个是圣经来的 传道书9章11节 因为今天这个是美国版本 当龟吐赛跑传到欧美 它的寓意亦开始产生变化 这个情况在近几百年 有不同的龟吐赛跑 不同的作者演绎出来的时候 情况更加是越来越严重的 而当这个故事传到亚洲 例如你看看近代很多中文的龟吐赛跑 绘本 它又会多了一些价值 各种乌龟的努力 不放弃 坚持 这些东西 是不是很有趣呢 有这个现象 可能是因为很多讲故事的人 他都有意无意地 选择一些他认为好的价值 希望透过故事 可能是灌输 传承 或者教育听故事的人 当然 这种手法 是会有他的好处 同时也会有他的不好的地方 讲故事 有没有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其他的手法呢 不如我们下条片 试试用龟吐赛跑 看看还可以有什么变化 好了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条片再见 大家记得subscribe我 拜拜